欢迎收看4月29日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家炫 饱受反对党抨击的团结政府长明大马 开斋集参会 第一站就落在极大 近过万人出席 早前自称被剑指出席联邦政府官方活动的 极打州大臣沙努西 今天也陪同极打苏丹 端孤沙烈胡丁献身退场 虽然他向来与团结政府一言不合就开呛 但从今天他与首相安华等人的互动来看 现场气氛是客气一对 而首相此行也为极打人民送上一颗大糖果 他宣布政府一直在今年 为极打州提供一笔16亿令吉的拨款 数额比往年都来得高 首相表示团结政府的目标之一是终结赤贫 因为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无法解决赤贫问题 是一种耻辱 而大马目前录得高次频率的周数 就包括了沙巴 沙拉越 西兰丹 登加楼和吉党 此外安华也主动提起 他已经下令官员停止在全国制作和张卦 印有他肖像的昌明大马剧型广告牌 安华解释 虽然负责的官员告知 制作广告牌是动用剩余的拨款 但他个人认为 与其把公款浪费在这样的宣传方式 不如用在其他更会劫人民的地方 才符合团结政府的立场 他也说之前是因为不知情 所以无法及时阻止 现在知道了就要喊停 至于已经张卦的广告牌 则无需刻意撤除 此前被传已经加入 一党的全民共识组织主席安努亚穆沙 今天高调现身 一党单州政府的开斋节庆典活动 政治动向引起关注 他强调自己不曾说过要退休 主要是因为被巫统开除 失去党籍后 才选择先休息一段时间 以物色更好的政党准备重新出发 他也说自己还活跃在政坛 只不过过去的两三个月 多专注在个人事务 但随着开斋节之后 他会更加活跃 他也形容自己未来的政治动向 将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至于加入哪个政党 安努亚穆沙仅表示 现在还在庆祝开斋节 就先不谈此课题 换个焦点 去年8月23日 前首相纳吉在SRC案终审罪名肯利 如今随着终极判决检讨申请被驳回 不同本月初就请求国家元首特赦纳吉 政党巫统的盟友提反对立场之际 站在对立方的一党 书方区部主席查哈鲁丁 却给了赞同票 他从宗教观点出发 认为纳吉的审讯不符合 因此应该被投射 对查哈鲁定而言 司法和行政必须分权 委任控制双方都同意的新法官 才能够归还正义 而不是根据首相的建议 任命法官 所以如果要再继续监禁 和特赦之间做选择 查哈鲁定认为 特赦纳吉比较符合伊斯兰 说到特赦纳吉的课题 诚信党通讯主任卡丽莎末日 前就发文告 促请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驳回纳吉的请求 以免损害昌明大马的形象 殊不知此言论一出 惹怒了巫统 除了副首相阿摩扎西表明 不欢迎有党的不当评论 丹州巫统甚至动言 如果卡丽莎末没有撤回言论 丹州巫统将考虑 跟丹州城进党断绝合作关系 丹州巫统宣传主任扎瓦为 今天发文告指出 卡丽莎末的言论 已经伤害全体巫统党员的感受 因此卡丽莎末 有必要公开向巫统道歉 团结政府 从去年尾成立至今 已经满五个月 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 接受新报访问时透露 5月14日 团结政府将在吉隆坡 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大会 主题是 昌明大马 面向大马的未来 到时候团结政府中的 所有盟党领袖 都将出席 共同规划国家的未来 他进一步解释 大会将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会有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将讨论民生问题 以及各党派 在上一届大选期间 就生活成本做出的各种承诺 第二环节会以团结政府 各联盟领袖 即国阵 西盟 沙拉越政党联盟 沙巴人民联盟 和民进党的演讲为主 第三个环节则会讨论 如何根据人民的需求 实现昌明大马理念 至于第二部分 团结政府执政联盟 会共同表明 各方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稳定 党被问及召开全国大会的时机 是否是向反对党展建实力时 阿斯拉夫就回应 这表明团结政府 愿意停止政治活动 并把人民放在首位 另外阿斯拉夫也透露 大会的所有费用 将会由参与政党承担 不会动用到纳税人的钱 或政府资源 新闻结束之前 带你快速浏览 其他的新闻内容 尽管遭愚民和非政府组织反对 但宾州首长曹官有兼诚 宾州南部填海计划 获得大多数宾州子民支持 对此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就向曹官有下辩论暂帖 并炮后曹官有的言论 非常傲慢 随着30名大马公民 从非洲国家 苏丹安全繁忙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表示高兴和感激 另外各位注意了 一处计通电子钱包强调 Type Secure是电子钱包中的安全功能 但该公司的职员不会要求用户 透过Type Secure认证交易 在国际新闻方面 印度一名女子拿香蕉逗大象 怎料下一秒就招大象用象牙攻击 并把它顶飞到一旁的草丛 有关惊悚瞬间 被放上社交媒体并疯传 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哪些新闻内容 欢迎留言或私信我们 也记得追踪订阅百合 我们下回见